为了抓住南极转瞬即逝的有力气象窗口 6日 雪龙号全船上下严阵以待 各个岗位做好充分准备 积极备战未来48小时的破冰突围 据大陆海洋预报中心的专家介绍 7日凌晨至8日 雪龙号所在的这片海域 将受到北方一股暖湿气流影响 出现了有利于突围的西风 雪龙号所在的浮冰区目前正向外扩散 该区域边缘的浮冰点已成融化状态 但到9日又将刮起东南风 突围的气象条件不容乐观 自7日凌晨开始 大陆凯阳局雪龙号脱困应急小组和船上考察队 将进入48小时最高应急状态 记者看到 刚刚经过改造的雪龙号机舱焕然一新 各种机器各似其职 雪龙号船头目前朝向西北方向 有三条突围路径可供选择 右闲方向 右前方和左前方 但这三条路径都有风险 右闲方向直通清水区 但浮冰太厚 远远超过了雪龙号的破冰能力 向左前方行驶有些绕路 而且浮冰更加密集 因此 雪龙号应该考虑向右前方突围 但最大的隐患是 距船头500多米处有一座小冰山 如果靠得太近 雪龙号有被卡住的危险 根据预案 等西北风把浮冰吹散之后 雪龙号破冰将相对容易一些 因而能与冰山保持一定距离 这时候雪龙号将择机向右前方突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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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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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